北方男進到屋內 趕緊遞上名片 因為他自稱是投顧公司經理 準備來收取50萬元 不過就在準備離開前 現場氣氛頓時緊張 但陪同聊天的阿公 站在原地神情自然 陪座的阿嬤也趕緊起身 讓出空間 原來這場摁中桌邊的戲碼 是這對老夫婦跟警方合作 訪客為主的又不心動 我們先坐在這裡面講 OK 好不好 OK 好 你不要說話一樣 不會 你看一下 這我是我自己公司的 桌上的證件及合約來不及收 紙袋內的50萬元現金 也被取出當場人贓巨貨 原來72歲的無姓阿嬤 日前加入手機的古友社 卻中了詐騙集團圈套 對方謊稱他抽中33張新骨 可以便宜認購 但為了避免被查棄 主動邀約到家裡面交 他領完錢會回報給他們上級 就是他講的主管 然後主管他會跟他說 沒帶人拿給誰 23歲的無姓賈經理 最後被依詐欺 及洗錢防治法送辦 還好整起案子 在阿嬤領錢時得知被騙 就決定將計就計 不但讓警方到家中埋伏 還架設了兩支監視器 配合演出 最後完成收證 也順利就出嫌犯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登地下載TV 假许 interaction